大家好,我是Sunny 从7月1日开始 洛杉矶和旧金山湾区等加州19个县的餐馆禁止店内用餐 这给当地的餐饮业,尤其是中餐馆带来巨大打击 我背后就是全冬广场的停车场 全冬广场是这里华人社区著名的餐饮、购物和休闲的广场 过去这里车子全部停满 这里是仙光大道的中国剧院 刚才去一家餐馆 洛杉矶的传统广场过去是外来游客和本地客人最喜欢去的地方 现在的景象已是十分萧条和凄惨 外来游客没有了 本地客人只能打包 使得中餐馆生意步履为坚 苦苦挣扎 在这里的中餐馆都不允许进店堂吃 都不允许进店 只能外卖吐够 刚才去一家中餐馆 外卖吐够了这几个菜 据这家中餐馆老板说 现在这里的中餐馆生意 只有过去的四分之一 很多餐馆连房租都付不出 相对而言 老外餐厅生意要比中餐馆好一些 主要原因是 餐厅格局的设计理念不同 中餐馆讲究设计豪华 最好有包房 而老外餐厅只要有条件 一般在餐厅门口 都设有露天或半露天的座位 有的甚至露天座位比室内座位还多 路边吃饭对老外来说是一种享受 而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狼狈 这也是两种文化的差异 希望华人朋友多多支持这里的中餐馆 这里是鲜光大道的中国剧院 刚才去一家东餐馆 洛杉矶的Denna Point是个游艇码头 这里有很多面向大海的海鲜餐厅 我们来到一家海鲜餐厅用餐 餐厅门口有个大空地 摆放着很多餐桌 就像露天大排档 用餐环境还不错 由于不是海景餐厅 这里的价格还很便宜 大家好 我们来洛杉矶海滩 两天了 今天终于吃到了第一顿海鲜大餐 我现在已经等不及了 马上开吃吧 这里有供应当日直送海鲜 非常的新鲜 这个是海鲜汤是吧 这海鲜沙拉 我们这顿只点了两个菜 一个是阿拉斯加饼墨鱼 加水条 还有一个蛤蜊汤 加面包 还有一个海鲜沙拉 我们来加上一些饮料 可乐 啤酒 我们一共这里消费了57块 一毛六 还算便宜 感觉Dana Point非常不错 这里还有海上观赏鲜鱼的项目 成人收费要56美元 希望下次能再来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